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本周一呢 其实2万亿刺激政策的 鼓励市场 那股市是继续上周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势头 道指当天是收涨了690点 收在22327点 涨幅是3.2个percent 而标普500收涨了3.4个百分点 收在2626点 那纳指一样跑赢了三大指数 收涨3.6个百分点 收在7774点 像周一当天 微软还有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还有Amazon科技股领涨了市场 那此外当天强生公司 JNJ宣布找到了 新冠病毒的候选疫苗 最快会9月开始 这个临床的实验 那我们看周二 微老师是3月31号 是这一季度 今年2020年第一季度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但是股票市场呢 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下跌 像周二结束之后呢 我们总结算这一季 道指他这一季度是跌掉了23.2个百分点 他遭遇了1987年以来 股灾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季度跌幅 标普500也跌掉了20个percent的百分点 遭遇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 最大的单季跌幅 那同时呢 我们周二可以看到 纽约州的确诊人数 飙升了14%在一天 那纽约现在 非常非常的数据 也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周一周二这个表现 是不是在预告了这星期 就已经是市场的大跌 嗯 周一周二其实这个表现 并不能完全说市场大跌 相反它提供了这个市场 向上的运作这样的格局 如果紧看前两天的话 这个呢 我相信的大家 是我上周五在座 没有复好有什么讲过 说这周呢 先跌后涨 科技会领跑 实际上周一周二呢 就是实现了期值上面的 先跌后涨 科技会领跑 但是这个趋势的后面发生变化 实际上是从周三开始发生变化 其实你看周一周二 市场情绪的还是比较很好 这样的结果 对 周一周二你 其实你上周的这个预测 非常非常的准 那我们还看 因为你说先跌后涨 三个礼拜的走势 真的就像你讲的这样 我们周三看到 股票市场大跌 然后第二季度的 一开始就是开门黑 那当天 其实特朗普 周日晚上记者会 跟大家说 要准备好应对 我们现在非常痛苦的 两个星期要开始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整个疫情的高峰期 现在正要正要开始 那加州 我们现在 我们中文投资网 总公司所在的加州 我们大家也很害怕 会不会步上纽约的后城 也因此呢 现在加州的这个封城令 是更加的严格 那其实 美国的官员预测 这个整个病毒死亡人数 会达到10万到24万之间 那纽约现在状况 当然非常严重 所以到了周四 其实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数据出来 周四 卫尔老师其实特朗普 他一直也在一边关心疫情 另一方面 他也在关心油价 一直急着要把油价拉起来 我们看到周四 其实他跟俄罗斯 还有沙特这个协调 似乎就有看到一点的效果 我们比如说我们周二 油价一举拉升了20% 这个是不是特朗普这个力道 就是他尽力了 其实特朗普这个可以我们在细承 所以是这边在细承特朗普去操盘的 原因很明显 周三周四美国的两国的就业数据 包括周三的AP小水农 周四的时间精神人数数据都不称好 其实上周周四 特朗普曾跟他说过 哎呀 这个时间精神人数只有300多万人 他以为600多万人 这周就600多 这次的话就带上了660万人 所以说这个情况很严重 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出来 去支撑盘断的话 这个盘断很容易上手 之前我讲过有三个市场要上脑的基础点 就是首先要美国政府对于疫情要重视 其次美联储要支持到位 最后一个就是油价也不需要提稳 那么湯普呢 就是前两个他都已经用完了 都不用完了 所以只能系上第三个大手 就是提振油价 其实他昨天这个呢 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观点 后面沙特跟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呢 都说了还没有谈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这个油价性能不能够走上来 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便水 尤其是下周一啊 欧陪客要看会 这个会场就比如说 原来答应减产1000万桶 后面变场只有减产了 100万桶或者200万桶 那市场的走势呢 就不好预料 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哦 刚刚威尔老师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呢 其实特朗普他告诉CNBC 他们有达成谈话 但是是他认为两边会减产 就像魏尔老师提到了 普京跟沙特这边呢 并没有完全承认 他们会减产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刚刚提到的 就业数据 美国呢 现在是 有600多万人 这个数据呢 减乎是等于是上周的一个两倍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到 所以呢 其实这星期 刚刚威尔老师提到 特朗普他的招数 已经用尽了 包括原油 在这方面 控制这个油价这方面 这个招数他这星期也用完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马上周五呢 股价依然是大跌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是不是因为 今天公布了 三月份的 非农就位人数 是大幅减少了 70.1万人 而且我们失业率可以看到 二月份是3.5% 然后马上在 三月 三月份 现在是4.4个 二月份是从过去的3.5% 已经攀升到4.4个% 可以知道呢 三月份的数据 一定都不会好 所以呢 现在美国整体 已经是 不仅是疫情 是全球居冠 那从事也是突破了 23 24万人的 这个确诊人数 那非常非常的严峻 在特朗普招数都用完的情况之下 为了老师下周 你看我们周五 现在收盘是大跌的 是不是这整个状况会更不好 实际上 我下周的个人呢 我是希望看长 看长 因为我是觉得 欧佩克会议的话呢 当然会也得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是 因为这个 无论是欧罗斯也好 还是沙特也好 他们都已经表现了 现在的油价呢 是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对 就是说呢 各国必须要去协调减产 现在呢 包括欧佩克 这些中东国家 再加上俄罗斯 加上美国 加拿大 都已经开始协调逗充了 尤其是美国在本周呢 这个有个企业 WLL 这个呢 已经是深情不产的 对 所以说 康福这边 自身的压运力也很大 那需要你原由油价掌上来 去维护 这个自己的基本盘 就是说 是 没错 因为他也要选举了 我是倾向于下周呢 有希望能够达成 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结果 发表市场呢 提供一个向上推动的 这样的走势 是 我在这里呢 比较关注 标普如果能够在下周啊 借这个行情 把2550点注货 也有机会向上去 去形成个比较好的钢琴 但是这个地方呢 风险的机遇 可能是定存的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 万一谈的不好 就是说 达不到市场预期 这样的减载的效果 那么如果标普向下 跌破245年 那我也会承认说 那可能会转入一个 五浪下跌的格局 它就有可能会 这标普甚至会出击新低 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 就愿意看到的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下周周一 这个欧佩克的会议呢 会比较关键 而且呢 下周到周四周五呢 还有这个美国的三月份 像PPI、CPI这些重要数据 中国之前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些对应的数据 都出现了 雪崩一样的下跌 那么就需要看 美国会不会 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 那么接下来呢 就看下周呢 整个在欧佩克会议 谈话如何 还有美国这数据 扛不扛得住 这整个对市场 造成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非常谢谢 谢谢Will老师 今天跟Will老师 是第一次在 隔空来联系 那我们待会呢 下一个节目 美股龙虎榜 我们也会公布 上周每个老师 预测的数据 还有下一周 老师会们会预告 看涨 看点 以及看好 哪一支个股 请投资人和我们一起观战 2020美股龙虎榜 继续是CIX美洲华尔街 我们的第二单元 美股龙虎榜 是最紧张刺激的部分 要来看我们的四大分析师 他们上周的表现如何 我们首先来看到呢 是上周的这个收益率的 一个周榜表现 我们看到 那波瑞老师表现不错 他的获益率达到了15.75% 将近16% 那另外呢 其实 威尔老师也不错 但是他之前一度跌出榜外 因此他的收益率呢 未来下一周 我们会回归到 我们这个龙虎榜 榜内当中 本周 威尔老师 他的胜率是13%左右 那本周呢 表现比较惨的是 Jason老师 他的获益率 现在是-15%左右 但是呢 如果要看总榜来说的话 目前Jason老师呢 他整体的这个总收益率 还是最高的 那当然 王老师呢 从1月开始 也是来势汹汹 其实王老师 加上期权 他的总会议率 是最强的 应该是超过1000%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他们大家 上周的一个 预测的一个结果 上周呢 王老师和 波瑞老师两个人呢 是预测整个大盘 是跌的 因此他们两个预测 才是准的 另外两位分析师 是失败的 那目前呢 就预测 涨跌的这个趋势来看 王老师是最厉害的 目前他的这个 两个多月以来的 准确度高达90%以上 所以难怪我们 很多客户都说 王老师是趋势之王 也是小盘股之王 因为他在趋势的 这个准确率上 非常非常的高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上周大家的一个 个股表现 上周分析师看 但个股呢 目前只有 威尔老师 在这一周结算是领先的 因为威尔老师上周呢 是看涨了 USO石油的指数基金 那因此我们知道 这周呢 特朗普拉台油价 因此呢 就只有威尔老师 他在这边 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四位分析师 对下周的一个预测 在这边 大家呢 下周的预测 威尔老师跟Bron老师 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 都看好 TVIX 而且呢 Bron老师是已经连续两周 看好TVIX 我们知道呢 TVIX跟UVXY 已经一周多 都没有在动 都在盘整 所以来看一下下周呢 会不会我们两大分析师 都预测看好 这个波动的指数 看下周真的会不会 这个指数来动起来 那另外呢 下周这个涨跌结果 大家分析师的预测 也在这边 我们先来听听看 四位分析师 他们自己怎么来讲 他们下周 对于整个盘式 个股 还有指数的一个预测 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关于下周的预测呢 我认为下周股市呢 还将继续的走低 因为从图形上来看呢 我们探视 应该说 三月份的低点的这种概率呢 是越来越大 虽然油价呢 出现了短期的反弹 但是呢 这个是无法支撑住 这个全球对油价的需求 同时呢 这个案例呢 整个的coronavirus案例 正在全球继续的 不断的扩散 以及uncertainty 不确定进食的股市呢 基本走低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结合上周 我的预测准确呢 我的概率呢 已经达到了九周 有八次对下周的预测 可以说非常均准 但是从总体的表现来看 上周的这个回报率呢 由于我个人情绪的关系呢 使得呢 这个回报率不是特别入异 那么下周呢 我继续看 看好的一只股票呢 是TVIX T-V-I-X 同时呢 也要对自己呢 有所约束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关于下周的股市的话呢 我还是依然看市场的一个 粘着震荡上涨 上涨的力度的话呢 不会像上一波的反弹这么强烈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明显的看到一些权重股 然后对于指数的一些支撑作用 那么个股的话呢 我还是依然看上一轮的反弹主力均波音 在下周的这种强力的反弹上涨的一个态势 那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嗨大家好 我是Brand 这个周呢 我给大家选择的方向 依然是向下去看跌这个市场 然后我们在这个周看到大盘进行了一个箱体整理 但是这个箱体整理呢 并没有去如愿的向上去做一个突破 甚至说连上方的缺口去填补 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下个周 我还是保持着一个看空的一个观点 没有变化 那么整个在过去一个周的话 虽然上个周说对了 是那种下跌 但是其实和我预想当中的下跌还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的那种下跌呢 应该就是类似于接近于熔断的那种大幅度的下挫 连续性的超过20%级别以上的这个下跌 那好在今天星期五呢 我们还是在市场当中看到了一点点的弱势 下个周我看好的产品依然是TVX 在本周呢 大盘虽然低了 大家可以看到TVX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呢TVX它对标的是VIX指数 而VIX指数呢 它又是衡量标普500未来30天波动率的一个产品 那么如果标普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就代表它的波动率会降低 如果波动率降低的话 TVX当然就没有行情 所以必须要等到标普真正的去向下breaking out 这个breaking down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小通道 或者说局部的这个航盘整理 那它的这个波动性就会起来 那个时候TVX的表现呢 就会远好于市场当中任何其他的做空产品 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中文头短的Fenceville 对于下周呢 我还是保持一个市场看涨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看涨里面呢 主要有两个 其一的话呢 是星期一的欧佩克会议 那么从本周情况来看 包括美国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以及这个加拿大等多个欧佩克组织 组合格和产油管 已经开始进行了积极的协商 那么本周呢 油价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上攻 能源板块呢 也产生了较强的撑盘效果 如果下周一双方能够弹成一个 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结果的话 会对市场呢 形成一个进一步向上推进的作用 而且呢 我预估呢 可能也许这个 也许这个结果呢 可能不会像这个市场预估的一样 很强势到 有1000万桶到1500万桶的这个下降 但是呢 至少大家能够坐下去谈 去有一定的这个减判动作 并为下一轮的这个谈判做好准备 这就给市场呢 留够了这个向上的这样的上攻的一种希望 所以说的话 在这里呢 我仍然是关注市场的一个向上的推进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要看下周会发布一些 像三月份的CPI PPI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 根据本周就业数据来看的话 肯定不会太好 这份数据呢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的会出现大幅度回落 但由于呢 市场呢 已经提前预知了 这样一个数据走落的情况 尤其是在这个周五啊 分动就业数据 这个大幅度下降了70万人的情况下呢 市场呢 对经济的这个预期呢 已经降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程度 那么只要这些数据呢 稍微超过市场预期 就可以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向上的良好的推进效果 因此的话呢 我继续呢 在短线上的呈现一个看涨效果 标普的目标位 我放到2650到2660的位置 当然了 这个如果发弹的好 有希望冲击2880的关键阻力点 那么我因此选择的这个股票呢 也是三倍看涨标普的SPXL 继续是CIX美洲华节的最后一单元 红白对抗赛 也就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 大家看到对抗赛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比赛 而这个比赛的选手呢 是我们的温老师 Crazy老王Crazy鼠钱 由温老师自己一个人来代表 来对抗我们的中文投资网的 美股VIP服务的三位分析师 分别是Jason Bren和Will老师 他们是代表白队 而红队跟白队呢 他们每一周要针对 他们这一周所有的一个交易的收益率 来进行比赛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他们这周的交易结果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温老师呢 是稍稍微一点点的负 负3.96%的一个收益率 对上呢 他们白队三位分析师的平均 刚好是4点多% 所以呢 本周是由白队来显胜 本周呢 虽然Jason老师他的收益率是负数 但是Will老师跟Bren老师是正数 因此把整个队的成绩拉起来 因此呢 他们呢 是显顺了Wall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Wall老师他本周代表 他们队呢 白队来进行一个顺利的谈话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的Fishwill 那么本周这个红白对抗赛啊 是我们的这个分析师小组 也就是我 Jason老师 Bren老师呢 三位能获得的这个胜利 平均收益率呢 是4.9% 超过了Wall老师之前的 这个负的3.84% 那么这次分析师小组的主要成功点 还是在于这个Bren老师呢 周三周四的神操作 通过这个 SPXS和TVX的 这个果断的布局 捕捉大盘的下跌行情 从而呢 得到了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 尤其是像这个SPXS呢 更是之后啊 为我们这个所谓 看标普五浪下跌 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成本基础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一部分 这个仓位减仓和这个低成本仓位在 那么如果之后啊 在下周市场运行不佳的话 那这部分仓位呢 还会继续向上去做推进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应该看到就是 这周的本周的原油大涨 我呢之前呢 布局的长线原油仓位 那么在原油呢 涨到25亩元上方之后啊 我就去做了一个果断的减仓动作 那么在这里呢 也是给我们的整个分析师团队的收益率呢 提供了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支撑 这三老师呢 这周呢 则相对来说呢 比较遗憾 就是他没有能 他没有抓住这个 之前的这样一个 ZKE这个股票上涨行情 冲高回落之后啊 被动止损 但是这三老师呢 在本周呢 已经入手了另外一支股票 并且在周四周五 都出现了非常强势这个涨幅 那么预计的话呢 这支股票呢 将在下周呢 刷新这个历史新高 那么应该说呢 这支股票作为这个防疫概念股 应该是目前的整个这个疫苗板块 一个龙头股 所以说呢 这个股票相信呢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会成为 这三老师一个核心上涨的一个动力 除此以外的话呢 这三老师呢 也开始布局其他的日内的这个操作 大家都知道 现在市场的这个日内波动性的非常的强 那么日内操作呢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分析师团队的收益的补充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有新一幕的这个日内操作机会呢 我们每个分析师呢 也不会去做这个放松动作 对于下周的话 我们的重点呢 仍然是关注在大盘的这个指数ETF上面 比如说像标普的相关的ETF 无论是看涨看跌 这个呢 都有对应的三倍杠杆ETF呢 我们可以去捕捉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原油和天气 这能源的话呢 一般都是起涨起动 那么通过本周能源走势来看的话 能源的最近波动呢 也开始逐渐的向上去做推进 那再加上黄金 那么对应的这些杠杆ETF仓位 像这个NUGT 像这能源里面的UCOSO这类的话呢 同样也是我们操作 短线操作能源的一个利器 好的 这次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次上周的这样一个红白对抗的 分析师操作一个总结 这次呢 我的预测个股的USO呢 在本周呢 获得了这个胜利 涨幅呢 超过了 算是今天的话呢 已经超过了20% 那么为什么这次原油啊 因为USO对应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原油 原油为什么能够出现如此强势的上涨 其实并不是说供需方 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而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特朗普这个消息 也我也细称啊 就是说特朗普呢 再次操纵了这个市场 他呢突然披露了 这个沙特跟俄罗斯 可能会联手减产 日产量减产超过1000万桶 最多说能超过1500万桶 这个数据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 这只是他说说而已 现在的话呢 无论是沙特还是俄罗斯 都没有明确表态 说我们确定就要减产 而且沙特呢 在这个本周三时候还反复强调 这个旗下的游富公司 已经做好准备 在4月份的沙特会把产量提升到 日产量提升到1200万桶 所以说是不是能够 这个减产能够顺利实现 我们还有待于之后的进一步的上涨 那么原油的话呢 本周的这个剧烈反弹呢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暂时的超跌反弹去做考量 那么之后的话原油呢 如果说回归到供需平衡点上的话 应该会回归到35到40这个位置 很难回到原来50左右的这个走势 因为目前的话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整个市场对于原油的需求呢 走的是比较弱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原油的直接反弹到50这个位置呢 是可能性是不高的 我们根据新的供需关系去判断的话 35到40呢 是原油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运的价格 但是市场能不能够真的就按照这供需关系 快速的去做反弹 我们在这里呢要做一个问号 我个人对于USO的持仓呢 是做了一个中长线的这样一个打算 所以说的话 本周虽然说我自己呢 在USO上面呢 获得了这个胜利 但是下周的话 随着欧佩克会议的召开 我并没有再选择USO呢 作为我自己的这个新一新波的这个选股 那么之后的话 原油方面操作 我仍然保持是中长线看涨 而不主张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呢 去做短线的反复的去搏杀或者操作 那么很多的原油的杠杆的ETF 像UWT DWT 这些呢都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之后的话呢 也不建议大家呢 再去操作这个原油杠杆的ETF 我们抓住原油本身这个USO 做中长线就可以了 至于能源股方面的话 我们重点去关注 美国国内的两大能源股巨头 XOM和CVX 也就是XMF和雪佛龙这两个公司 或者说呢 荷兰的皇家翘牌 就是RDS.A或者RDS.B 都可能会在油价反弹过程中呢 出现比较良好的上涨 这三家公司呢 也都有比较好的基本面 好的 这就是我这一次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